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風和日麗好天氣 有沒有 藍天白雲來給大家看一下 欸幹 雲航是陰的耶 已經有烏雲了 對啊 好啦 這兩天天氣都不錯 我這台車應該已經超過一個月以上沒開了 你都在開AUTO啊 對 我之前開了兩三個禮拜的AUTO 然後現在又開FIA 500 所以這個這台車已經冷落很久了 這次呢 又要去找阿極仔了 然後要弄什麼 膠條嘛 膠條終於到了 還要幹嘛 換來令片 後來令片 我之前是換前提版嘛 這次換後來令片是不是 啊 電腦再插一下 上次故障碼消掉我們再跳出來 這樣就OK了 不過上次去銷完故障碼回來變超好開 你知道插完我更不想賣了 怎麼辦 真的啦 我這車 不知道在挑剔它什麼 怎麼辦 太大台 唯一就太大台了 那這個我們去阿極仔那邊再聊了 很暗 坐啊 耶 到了 米其林寶寶 這個很暗 嗯 兩個膠條跟應該要來令片吧 是不是 我覺得我好像整理給別人的耶 因為你在過不久就要那邊 對啊 換個 我12月貸款就繳完了 都可以賣了 已經有人在問了啊 我有朋友在問了 好啦 準備開工啦 這什麼 不是耶 這不來令片耶 我以為是來令片 是膠條 這都有一個膠條 不是樓線嗎 線有的都是另外一個分台 喔 是一型的 他問我說要Brembo 還是瑪莎拉蒂原廠 我說Brembo就好 欸 這是雙面膠喔 它上面都一黏了 不假的 真的 我也這樣勾 放進去拉緊就好 像橡皮筋一樣 斑 這麼矮大手就好了 所以等一下它們拔的時候 應該要尿去 它這個膠不是那種 所以應該是比較好的膠 好不好 沒有啦 不管什麼 只要瑪莎拉蒂就 看起來是比較好 我跟你講 車載不要停在樹下 所以為什麼我都不開 你知道嗎 我現在那個家裡都停在樹下 那個膠要塞 還有樹 樹的那個汁液真的很堵 你看那個搖它破成這樣 你看 有沒有 這真的破得很嚴重 打開更嚴重 我把它打開 你看 有沒有 破超嚴重對不對 超誇張 你看 欸 你看 都破成這樣 你看 有沒有 嗯 我碰一下 很浪費 還有一個那個 我想要去把台康 退掉的原因就是 你媽 我都停外面了 開那麼貴的車停在樹下 我真的覺得太浪費了 而且我那個房子 短期內應該也換不了了 照這個狀況看起來 除非把阿袋趕走 那間 阿袋那間賣掉 我才會把他再買一間 哈哈哈哈哈哈 車位給你停 車位給我停 我神經病喔 那我就住那邊就好了 我還搬家幹嘛 應該是開不了好車了 沒有開好車的命 現在光研究 換這個膠條就研究半邊 這可以怎樣 直接拔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但是我已經拔起來了 對啊 就這樣而已 沒錯 都脆掉了 你看 一拔就斷了 這都脆掉了 欸 每一個都斷耶 你看 這一次性的耶 只能上去以後 就不能再下來了耶 晒晒晒久的碎掉 可憐 可憐的車子 放在我那邊 這個眼頭 咖啡 它已經躺在這裡 多久了 一個月 一個月 有很多東西要用 都要捲過它了 我以前開過這個的四門版的 我覺得小毛病好多 我這樣講 不知道會被這次的車子幹藥 開那麼多賓士 我真的覺得這一代 會比最多 這一代 這一代 冷氣啊 鼓風機啊 毛毛財食 我這代小毛病超多 肉油啊 開了一年花好多錢 而且還有一些東西 花了錢不一定救得好 後來就等通賣掉了 我統計起來 因為舊型在前一代 W202我也開過 對嘛 這是203嘛 202我也開過 問題真的也沒有那麼多 在更之前的賓士我都開過 什麼2201 23DT 那個我也開過 我開到現在啊 每一代這樣開起來 我真的是覺得這一代的 小毛病超多 真的不新鮮 真的想要拍片給大家看 開這個車也拍不完的片 欸你看我這個馬沙拉蒂 是硬修的耶 對啊你那個膠條其實可以不用換 對不對 膠條也不用換 換碟盤還好正常吧 你買中古車換個碟盤 來的影片都很正常 然後那個肉油其實也稍微而已 對那個稍微這樣一點點而已 我一直硬弄給大家看 他不用硬弄 他加上他改的 再加上他花的 就可以拍很多集 你看泰山的野馬才拍幾集而已 而且大部分泰山的野馬 都是改車 他不是修車 嗯 所以我們這種長期追蹤 就很明顯 就可以看到說 真的什麼車 小毛病會不會 當然也不能這樣比啦 因為泰山車比較新我的車 這個馬沙拉蒂更新 所以他這個是因為他最舊的 老車就是這樣啊 麻煩 我問一下喔 嬌小人快就放到 包的時間比換嬌小人還長 天窗那個應該不太快了 那很快 那巴一巴 鳥鳥再塞回去而已 這超難換的 內圈的話是這一條 對 那個角落已經有拉一條角形 嗯 這個是內圈 對 這是內圈 外圈是上面 外面 就是他被狗啃的 被鳥 鳥死 侵襲的那一條 就是狀況 來 還可以 稍微有點 對 稍微有點 對 稍微有一點點硬硬的 有點有點小硬的 對 這條是舊的 這條是新的 稍微顏色也會有點差 已經比較暗一點 舊的他的已經開始在對色 然後比較硬 現在這個只是罩著軌道滑進去 對 然後這個 它現在這邊 沿著這邊 然後因為他是 跟這上面在密合的 所以上下這也是防水的作用 這可以 這拿去賣 這拿去賣 反正它還蠻好的狀況 沒有 這可以拿去做 黏在門上 你可能如果帶女朋友回家 怕太大 對啊 這格應該不錯 那是因為它下雨那個髒東西都會留在這裡 那是因為它下雨那個髒東西都會留在這裡 新潔技怕咬漆啊 因為這裡面金油 看起來沒有到虎口 對 它裡面 因為都有破掉 所以它裡面都是水 它有破掉 有 這邊 我們全是破掉的 剛剛拉開的時候 裡面都是水 裡面全部都是水 水啊 它還沒露到裡面 它黏的時候 方向是這樣 然後你們拖是拖這邊 但還有一層 這一層 這一層如果再破掉 裡面就會再下雨 好 自動代速啟停的開關 曾經怪怪的 失去轉角Sensor 然後定速的控制模組 失去連線 有時候當機也會這樣 對於這種車來說 蠻常見的 這是目前跳出來的故障 然後可以看到 幾乎我剛看完之後 都是從 從這個氣旋的部分 帶出來的故障 結果咧?上次那些還沒有在跑出來 沒有了 沒有在跳出來 新的都是一些通訊上的異常而已 就可能這個模組連那個模組中間 通訊可能他lag幾秒 他就會跳失去通訊或是通訊異常 所以你如果有那個 潔癖的 千萬不能開義大利車 你如果想要完全都沒東西 太困難了 好 它這個有一個功能就是 很奇怪喔 你沒有開Sport的話 你停紅燈它會自動熄火 帶速熄火 然後它沒有開關可以關掉 這裡面有沒有開關 這裡面嗎 帶速熄火 對啊 然後它車上又沒有做開關關 那個咧?中間那個主機 關不掉嗎? 沒有我找過 沒有 唯一解決方法就是按Sport 按Sport就不會了 可以關掉啦 可以關掉 那個帶速起停可以直接手動關 好在哪邊 這邊 這個厚的 然後S&S OF 這樣 OF的有沒有 有沒有它這裡就跳出來了 真的耶 真的啊 那這個要收錢嗎 是從這裡喔? 對上下選選選 然後選到第六個 我是在這裡找的啦 靠杯啊 我已經要賣掉了 我才知道 在這裡 好好笑喔 大概開一年了 才知道在裡面 呵呵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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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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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萬9 好不好 我覺得這膠條還好 因為它膠條很大一圈 全景的外面一條裡面一條 我覺得這一條9500我能接受 但是這一條1萬塊我不太能接受 就這一條1萬塊 它叫來這次的列號是瓶光黑的 有沒有它這是瓶光黑的 有沒有我插開一點 有沒有 等一下這邊你就拍得出來 這邊都瓶光黑的 可是你去看那邊 那邊是稍微有一點點 沒換的那邊稍微是有一點點亮面的 有沒有這是有一點亮面的 有沒有它其實有一點亮面的 它沒有那麼瓶光 所以我本來想說 那一次換完我想說如果 帳單來便宜我連這一條也換掉 對 可是一條1萬 開不了 所以杭布朗朗這次換了一個膠條 1萬2萬又花了3萬 3萬9 對 就換3條膠條 而且我跟你講這膠條多浪費你知道嗎 怎樣 停在樹下面 都是被那個樹的膠鳥死 腐蝕的 對 正常是花不到這一條 對 正常是停在車庫那種 我這些錢有沒有 3萬9這個錢 我應該去買一把獵槍 那如果我從早上我就站在那邊 樹上一隻一隻鳥把它打下來 我懂 再加上買一隻電鋸 鋸樹 對 整隻都要湊湊下來 我真的覺得齁 有時候買得起名貴的車 你還得要有一個好的停車位或停車場 要不然買這個車我真的 我已經三個月沒有開開它了 我最近都開500 對啊 前一陣子開 Auto 馬六 結果Wagon 我現在又開500 馬上一三個月沒開了 我買一台那麼貴的車 然後每個月講那麼多貸款 結果沒辦法開 因為我怕到時候又搖我的膠條 我又得花好幾萬了 好不好 所以這一連串 從去年剛開始買 我是今年買的喔 年初買的 我後來我確定了 我有叫會計去查 我的貸款的最後一期是 112年的1月17號 最後一期 所以就是今年年初買的 因為我貸一年而已啊 可是去年年底 然後貸款1月才過 是這樣子嗎 我也不知道 沒有我買的時候就貸款了 不然我有錢給人家喔 叫銀行貸款給他的好不好 對啊 反正就是這樣 這個車我很想開它 可是我真的捨不得它停在樹下面 再一次被侵蚀 侵蚀一次我又得花好幾萬 侵蚀到膠 膠條就花了三四萬 萬一又侵蚀到我的7什麼 我這又要考7什麼 到時候又色差也沒 喔真的很煩 很捨不得 想開又不能開 真的很煩 其實我當時買500就是這樣想的 我想500比較小台 有時候大台久了 你就會想要開小的 就會覺得比較流利 我跟你講現在給你開一台小車 你也覺得 喔怎麼那麼好開 對啊 你信不信 你野馬開那麼久 我現在丟一台小車給你 也想說哇 那個停車速度之快 對 沒錯 我知道 7要圍停隨便插了就落車 有沒有那種感覺 現在不是 現在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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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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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停半天 你是不是這樣 你自己說 對 3PAR又給到 這一年以來啊 很多錢其實都是硬花的啦 就是真的要給觀眾朋友知道說 我用最高的標準來照顧這台車 馬沙拉蒂 大概一年花多少錢 一系列也拍了三四集了 我想應該也差不多了吧 我現在沒開 他應該也不會再跳出什麼問題來了 應該沒意外的話應該就這樣結束 今天這一集的花錢應該最後一集 沒意外的話 應該花十幾萬有了啦 有啊 對啊 一年花十幾萬 到時候還要最後一集是賣掉 可以多少 對不對 你要算賣掉賠多少 然後再折價加上我這一年花的錢 就是買一台五年的馬沙拉蒂 拉蒂大概一年 我們要花多少錢去照顧它 有錢我們就不算了啦 一公升就是五公里六公里就這樣 這一集呢 稍錢又跟大家分享 它的膠條到底是有多貴 好不好 那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 希望沒有下次 下次就是賣掉 總計算這樣 我希望是這樣 不要再花了 好啦 下次見啦 掰掰啦 不花了啦 不要再花了啦 我標準很高 它是稍微滲油我就處理了 其實那個滲油的速度真的不用處理了 哪台車不滲油的 你確定你的車半滴油都沒有嗎 我的車已經開始滲了 對啊 一定會滲還是可以開嘛 對啊 就用輪槓的嘛 你就垃圾油脂 欸 掃一罐 補一罐 這樣永遠不用保養 你知道嗎 不是 那跟洗腎一樣啊 是喔 還是那個叫做什麼 夜客膜啊 好不好 夜客膜 你就一直灌新的給它啊 好好好 喚醒 永久 永動機的概念 永久免保養 哦 對不對 電動車不用保養算什麼 我們汽油車 也不用保養啊 定期添加新的機油就好了 跟二行程的一樣 哈哈哈哈 加一點加勢多的 油到那個 那個汽油裡面 那個煙噴出來會香香的 我跟你講 你有加過 我沒有加過 我朋友還沒有加過 汽油香 那加一點點加勢多 綠色瓶質一種的啊 對啊 我有聽說過 後那個煙出來 喔 香香的 聞了會上癮 你知道嗎 那個妹座後面 你的車怎麼排氣這麼香 有沒有 聞著聞著就暈了 你紮要去哪裡他都跟你去 哈哈哈哈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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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